基隆在今天新增了六名确诊个案 而其中有两个人是案 6439跟6440流动水果摊贩夫妇的子女 分别只有十多岁 那么现在一家四口是全部染疫 市府也公布了摊贩夫妇的足迹 包括了他们在五月的时候 曾经去过双北 宜兰等六家市场摆摊 也在万华附近做生意 而基隆市长林又昌就特别提醒了 传统市场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群聚 所以民众一定要更加小心 他们在五月三号跟五月十号的早上六点 是到台北的通话街市场摆摊 疫情严峻 基隆市府28号再公布确诊的 流动水果摊贩夫妇足迹 按6439 6440 五月曾横跨双北宜兰到六家市场摆摊 其中包含中和华泰市场 宜兰罗东市场 以及板桥的星浦市场等等 夫妻两也曾经到万华的青年国宅附近做生意 活动范围广 子女也相继确诊 他们的儿子按7055 以及女儿按7187 都只有十多岁 在28号被公布确诊 等于一家四口都染疫 疫情持续延烧 基隆市长林又昌也表示 传统市场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群聚 民众务必更加小心 传统市场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群聚 到处都是人 而且密度也很高 消息传开市场摊商都很担心 尤其基隆果菜市场 先前才因为一对摊贩夫妇确诊 紧急停业一周 如今恢复营业 结果疫情还是杀不住 不太也不行 一个地方不要站太多 都要二十一公里 就怕市场变成防疫破口 民众只能自己提高警觉 做好防护 记得蔡志诚基隆报道